虽然目前罗斯福号航母因爆发新冠肺炎疫情处于抛卧状态 但美国部署印度太平洋地区的其他舰船依旧相当活跃 近日美国海军的多艘战舰就在南海海域开展训练 据美国太平洋舰队4月13日发布的消息 美国海军LCS-8蒙哥马力号滨海战斗舰于4月10日在南海海域开展训练 舰员们在后甲板进行实弹射击训练 期间还出动了一架MQ-8B获利侦察兵无人舰载机 太平洋舰队称蒙哥马力号滨海战斗舰目前正在执行轮换部署任务 在美国第7舰队作战辖区内执行任务 以加强与伙伴的协同作战能力并担任应急部队的部署任务 另外隶属于罗斯福号航母战斗群的邦克山号导弹巡洋舰 也于4月9日现身南海 美军唱起行动是为维护印度太平洋地区的安全稳定 在4月7日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 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表示 当前全球正在积极抗疫 中方在积极做好国内疫情防控同时 尽己所能支持帮助其他有需要的国家抗击疫情 得到国际社会普遍赞誉 在此形势下 美方不仅派出军舰飞机频繁在南海滋事 侵犯中国主权和安全 还利用有关海上事态搬弄是非 曲解联合国海洋法公约 妄图否定中国合法主张 人为制造问题 中方敦促美方停止将疫情同海上问题 连起来做文章 多做有利于美国自身和全球疫情防控的事 而不是相反 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4月14日报道 俄罗斯国防控制中心13日发布消息称 黑海舰队对进入黑海海域的美国海军 波特号驱逐舰进行跟踪监视 俄罗斯消息称 黑海舰队对2020年4月13日 18时30分进入黑海海域的美国海军 波特号驱逐舰进行跟踪 俄军方表示 俄黑海舰队已派出舰船办航 并监视美国军舰在该地区行动 据悉 这是美国军舰今年第二次进入黑海海域 2月23日美国海军 罗斯号驱逐舰曾进入黑海 俄军同时立即对起进行办航监视 根据1936年签署的蒙特勒公约 非黑海国家的军舰有权在黑海水域 停留不超过21天 据美国福克斯新闻网报道 美国海军官员透露 西奥多罗斯福号航母上一名水兵 13日死于新冠肺炎相关并发症 这名水手9日因感染新型冠状病毒 被送往关岛的一家美国海军 医院重症监护士抢救 美国海军部透露 截至4月11日 美国海军已完成了 西奥多罗斯福号航母上 92%的船员的核酸检测 有550名船员检测结果成阳性 包括前舰长克罗泽 共有3696名船员上岸隔离 其余人员将继续留在航母上